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最新上映的科幻高分电影《八号警报》 未来世界,人类中有4%的人拥有超能力 这群超能者暂时得到社会的认可 新型城市林肯城需要他们的建设 这座最为发达的城市离不开他们的功劳 当机器自动化的普及,超能者遭到了抛弃 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的各种约束 专门设计处保卫者机器人 用来管理抓捕超能者 有人发现超能者的脊髓可以提取出上瘾药物 一时间引得大量普通人来吸食 此次事件更加令普通人憎恨 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威胁,遭到了歧视 本来用超能力工作的特点现在也成为了缺点 监管部门严禁随意使用超能力 转眼过去了很多年 超能者和人类也斗争了很久 这一天,无人飞行器在空中巡航 保卫者加持 一名超能者违反条例,遭到了抓捕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嫌疑人烧伤了探员,企图逃跑 保卫者从天而降,毫不留情地射杀逃犯 康纳也是一名超能者 面对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眼前被杀 他的心里无畏杂权,同时感到恐惧 身为超能者,他们的信息被监管得非常严格 无人战机24小时在天空待命 主要任务就是消灭随意使用超能力的超能者 相比于普通人,超能者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 还会遭到普通人的排斥 混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人 抢劫,贩毒,暴力殴打,这些和他们息息相关 康纳和妈妈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超能者 妈妈是个超市理货员,身患学重 他们并没有钱接受治疗 不仅要承担繁重的超市工作 还要人受上司的责骂 康纳是一个处处忙碌的小伙子 面临就业的问题 她需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发誓一旦赚到钱就要带妈妈去看病 每一家公司都有赤裸的启示 面试者都必须清楚地明白告诉公司是否拥有超能力 康纳又一次面试失败 她只能到工地上打一些联工 工头雇佣这些人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剩下的材料费 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将一座房子建好 什么气格机,焊工,搬运工,电线工根本不需要 不过也只能偷偷地使用 小太元找到一个赛克制造基地 发现了正在被抽起随夜的超能者 他们是制造药物的管检 只要往眼睛上滴上一滴 愈先愈死,欲罢不能 他们虽然找到制造工厂 但是并没有找到幕后住室 如果不从源头上杜绝 还会危害更多的人 康纳觉得自己做人很失败 不仅找不到工作 还让她一把年纪的妈妈在便利店打工养家 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 只能在劳务市场等工作 一辆林肯电力公司的车在这里停下 他们需要一名二级电工 他提出200美元的酬劳 没想到对方竟然答应了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工作 仅要趁着夜色来干 他们企图打开一家工厂大门 康纳示着自己超能力 直接把电路线全部销毁了 这帮人也并非真正的电力公司的人 他们也拥有超能力 其中还有一个女的 像融化巧克力一样 把门锁直接融化掉了 他们是来这里偷东西的 还将一名保安大叔关了起来 很快他们就被无人机给盯上了 这些人将车停在高架底下 拨去了汽车的红色外衣 红色的车变成了白色的车 有效地躲避了无人机的水埔 他们将车开到一家修理厂 里面是供各位老大吃喝完的酒吧 马库斯在这个领域是个老大 康纳为引荐给他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康纳是个可造之才 大方的邀请他在酒吧里随意消费 康纳可是一个正经八百的阳工少年 谈小便这种事情他可干不出来 他自己是拿钱办事 可不想招着这些大佬们 除了200美元的酬劳 又加了300美元的奖金 照这样下去 自己脱离贫困 奔小康的日子就不远了 身为男人 他必须为家里做点什么了 可这样财主不是天天出现 他继续在劳务市场等工作 竞争非常激烈 出现一个雇主 一群人扑了上去 真的少不说 还要担心随时被抓 三天晚上来找他工作的人 他们在一家餐馆边吃边谈 罗财湖知道 康纳需要大笔的钱给妈妈看病 这个理由足以让他为自己效力 只有知道意图之后才能更好控制 一入犯罪集团身刺海 本是一个良好的青年 可是家里太穷 母亲重病 无奈之下走上犯罪之路 刚刚成为犯罪团伙的一员 就让他偷一辆汽车 他们要对康纳进行严格的训练 为的就是三天之后的抢劫银行的行动 他需要控制自己的电量 从一个小灯泡开始练起 他的功力很快就精进了不少 很快就操纵了一排灯泡 罗塞湖也很注重实战训练 他带着康纳和另外一帮混混接头 他进链子过来找茬 前一秒还在嘚瑟 后一秒就被电倒 康纳的战斗力不容小失 他能够控制更强大的电流 同时也被自己的能力吓了一跳 将自己有了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妈妈 希望能够让他开心一些 只不过他并没有说自己是干的什么 调探员早就盯上这个犯罪团伙 顺头摸挂找到康纳的家 他们了解到康纳虽然没有任何案底 但为了医疗费难免会铤而走险 或许这个人就是一个突破口 康纳他们首先来到银行蹲点 银行有持枪保安 每个角落都有摄像头 金库扣两个系统控制开关 一个是密码 一个是人脸识别 只需要把人脸识别弄垮就可以 他们有七分钟的时间去实施犯罪 夜幕降临 他们冲进了银行 先是解决了所有的保安 又控制了所有的银行职员 一切准备就去 康纳破坏掉金库的电力系统 如预料一样发出了警报 他们撰起一个女职员 为他们打开库门 和女职员吓得双腿发热 暂时忘记了金库的密码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抢银行 发现金库里面钱 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 银行在周末前将金库清空了 无人机很快就到达银行 他们被团团围住 在危急关头 康纳利用电流将无人机摧毁 真是出事不利 这点钱根本不够塞牙缝的 希特马库斯这个老狐狸怒法重关 掏出枪就是一波激战 要把尼亚打死 还真是一个高位职业 说不定哪个时候就会一命五呼 还好只是手臂被擦伤了 康纳前来安慰尼亚 可她根本就不怕 这样的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 虽然说不上神经百战 但早已练就了枪下逃命技能 他们活着如楼宇般卑微 看不到一丝的希望 如果不是赛克神仙业 她早就活不下去了 尼亚瞬间为康纳治好手臂上的伤 她就是传说中的治疗人 她为马库斯工作并不是自愿 但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缘由 身心别备的她回到家里 又迎来妈妈的灵魂拷问 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她将妈妈解释这么做的正当性 妈妈被气得晕倒在地 恨铁不成钢 她的爸爸就是因为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而犯罪死的 难道她也要不惜后尘吗 妈妈的住院费极其昂贵 她根本无法支持 这促使她踏上了更危险的犯罪道路 以法律条文为准则告诉她犯法的后果 以监狱生活的恐怖 吓唬她及时回头 开启人文关怀模式 她的难处大家都知道 只有为他们效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好处 做他们的线人 反派也是有骨气的 康纳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她很聪明懂得迂回战术 哪天自己混不下去的时候 还能找一个头号的地方 也要但愿她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只能放了康纳 还好她没有答应 马库斯这个老家伙有读心术 分分钟可以读出她有没有叛变 这一次他们策划了更大的抢劫活动 他们要抢劫警方即将销毁赛克 如果顺利 他们将会获利一千万 康纳提出自己的条件 不要钱 不要名 她就要尼亚 马库斯竟然大方了一次 同意了 尼亚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商品 洛塞湖也有自己的条件 她要五五分成 现在她找不到其他的人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 误出了周密的抢劫计划 警方运送赛克前去销毁 上有无人机跟随 左右机械战警护航 一般人都不能靠近 他们紧紧的跟着警方的车 洛塞湖开着一辆大火车 挡在警车的前面 康纳使用超能力将车摧毁 又解决了所有的机械战警 容天女打开警车 赛克被成功抢走 可谁知犯罪分子内部 竟然出现了温奇 一拨人开始攻击康纳和洛塞湖 两个人抢了一辆车 赶快逃离了这里 马库斯根本不想给他们酬劳 早就下令得手之后解决掉他们 千算万算都没算过这个老狐狸 妈妈的身体每旷日下 在床上煎熬度过每一天 她既然没有钱 也没有尼亚 还成了通缉犯 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着妈妈凹陷的脸颊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想到了嫖探员 他们约定在一家餐馆见面 向嫖探员透露马库斯的下落 警方部署了空前的警力 此时的马库斯还在做自己的春秋大梦 打着台球为自己庆祝 她的病又犯了 可可不停 拉着尼亚为她治疗 罗塞湖打倒 康纳也冲了上来 一起对付光头男 光头男因为电流而被电死 就算她有金刚不坏之身 依旧逃不过高压电的魔爪 马库斯已在不敢中 被罗塞湖杀死 康纳带着尼亚去了医院 原以为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 没想到康纳只是想利用尼亚的超能力 尼亚的能力从来都不是治愈 而是转移 将所有的伤痛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康纳在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之后 还是将她带到妈妈的病房 她的脑子里浮现了很多 和妈妈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但她同样不忍心看到尼亚痛苦 他们都是生命 都应该被尊重 康纳打断了治疗 此时的妈妈苏醒了过来 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康纳给了尼亚彻底的自由 她可以去任何地方 尼亚去看望了自己的父亲 她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 康纳的妈妈还是没逃过死神之手 不过她会在天上一直守护康纳的 最后超能者和普通人之间的矛盾 更加尖锐 未来他们将何去何从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最新科幻电影八号警报 该片一反常态 为我们刻画一个别样的超能力世界 超能者不再是英雄 他们成为社会边缘人物 人们恐惧这种力量 不得的压制 殊不知平等是那么的重要 犯罪力高发的根源从来不是他们 而是人们固有的偏见 这是一部非常热血的科幻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